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24日 今天是星期三 星期三的晚上 我們跟大家 繼續揭露 中國大陸 如果對台灣 是開戰的情況 我是各位的節目主持 我是莊利芳 這一節要跟大家討論就是早前 早前就是中國大陸的文章 說一旦 開始要收回台灣 中國大陸就可能要面對四線作戰 好了 在說的 繼續 幫助自己 自願其說 實際上如果一旦開戰的話 中國大陸 面對的情況 不單止 可能是四線作戰 而且 中國大陸 有很多個重要 的軍事港口 將會被摧毀 以及被轟炸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 詳細探討 假如 最先 摧毀的 是這個 青島的基地 到底 跟著下一個目標 被摧毀的 會是甚麼呢 解放軍 又有甚麼能力 去制止 如果來自 四方八面 的艦隊的攻擊 早前 有傳聞 說習近平 打算 開戰的時候 要遷刀 遷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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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節再跟大家討論一下這個事情 假如 北京遭到空襲的話 是不是 好像 網上 主要的中文媒體 分析真的是這個習近平要去陝西 即是去這個西安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 運用免費模式 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發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好 我們 跟大家討論這個網上的文章 還有中文媒體 對他的分析和評論 這個所謂的四線作戰 就是說如果台海 戰爭開打的話 就是講了這個叫做朝鮮半島 即是南韓 還有印度藥 中印邊境 總共 是另外三條戰線 這三條戰線 的所謂四線作戰文章 其實還忽略了幾個地方 這個叫做南海 還有這個叫做東海戰線 將朝鮮 即是南韓 列造第二戰線 實際上 忽略了 這個叫做軍事重點 你去進攻別人的同時 你的港口 尤其是你的軍港 就是對方攻擊的目標 文章並沒有說 就是美軍 同樣地 能夠 對你北京 對你中國大陸 的軍事港口 發動進攻 假如 真是要開戰 而又真是 叫做幾線作戰 甚至乎是跟美軍作戰 美軍 就會攻擊 你的軍港 跟俄羅斯 覺得 最初的戰爭 是局部戰爭 是一場入侵戰爭 再去到 俄羅斯的本土 他們自稱 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他們當是自己的地方 克里米亞再去到被攻擊的時候 俄羅斯就發茅了 其實也很簡單 你去進攻別人的時候 你當然想在別人的國土裏面 進行戰爭 但是誰告訴你 對方不能夠攻擊你的任何一個地方 到底規則是誰的 答案是完全沒有這樣的規則 在這個二次大戰的時候 同樣地有類似的情況 大家可能 讀歷史就知道這個二次大戰對城市 簡直是地毯式破壞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最初 希特拉納粹德國的行動 並沒有這樣針對著城市 最初歐洲 戰況相當順利 很快就被德國佔領 當初 在法國 潰敗的時候 其實德國基本上 進攻就是維持著 對準著軍隊 對準著軍事目標 對準著對方軍事的主力 然後大家就很熟悉 到了鄧扣克大撤退 然後 進入了英倫之戰 英倫之戰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最初 德軍的攻擊目標 全部集中 在英國的軍事基地 以及機場 當時並沒有 大規模轟炸 英國的城市 但是英國 是要發動 對德國進行反攻 然後 盟軍 成功 組織了一次 轟炸柏林 柏林被轟炸之後 德國是全面解鎖 對英國國大城市 進行轟炸 其實我們可以歸納幾個法則 就是 每次開戰當初 入侵者 總是覺得自己打人的時候 覺得很過癮 但是 當戰爭進行下去的時候 當人家 對你的本土城市 進行攻擊的時候 其實 就是一點都不過癮的了 而且 你根本沒有辦法制止人家這樣做 當烏克蘭 對克里米亞 發動攻擊的時候 俄羅斯 就是對着基庫 繼續 猛烈炮火攻擊 基庫也不弱 基庫 繼續對你俄羅斯 發動攻擊 而且 每一次 都使得俄羅斯 紮紮跳 而俄羅斯 根本已經沒有辦法 再去瓦解 來自烏克蘭的攻勢 中國大陸 如果冒險開戰 其實情況也會一樣 首先 他 當然是希望 打仗的地方全部維持在台海 純粹就是攻擊台灣 破壞台灣 但是 是不是真的會那麼順利呢 這件事 是沒有人說得了 台灣 是有機會還擊 先破壞你 這個叫做青島的基地 再來 再來要破壞的 就是叫做呂順大連 一說起呂順大連 就令人想起這個叫做中日甲午戰爭 沒錯 看看地圖 實際上中國大陸 可以 使用的港口 其實是有限 這個叫做黃海 當青島基地被摧毀 剩下可以使用的港口就很有限 然後就是呂順大連 如果在黃海地區 解放軍沒有辦法獲得制空權 以及制海權 其實 剩下的後果 北京也成為了轟炸的對象 而事實上 其實俄羅斯 的戰況也清楚告訴大家 俄羅斯 想控制了整個黑海 你會發現 黑海艦隊 是沒有辦法 控制了整個黑海 俄羅斯曾經 是進佔過 這個叫做蛇島 後來 佔領了蛇島 也需要從蛇島撤退 更加 黑海艦隊被收藏 自從莫斯科號被擊沉之後 甚至乎 整個黑海 根本就不到俄羅斯控制 作為 海軍 以及科技 還有空中力量 都比俄羅斯更加弱的中國大陸 到底憑甚麼 對著幾個現代的國家 是覺得可以在黃海 在這個海上面 是能夠戰勝 那麼多個國家呢 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完全 不能夠 控制這個空域 控制這個水域 直接的結果 就變成原本 攻擊台灣 但是後來 就變成了 北京 成為了被人轟炸的對象 所以 有一個說法 說這個 是習近平需要遷刀 遷刀去這個西安 要躲去這個 陝西 這個角度就是用回二戰思維 就是北京 附近成為了被轟炸的區域 所以遷刀去這個西安 就是深入這個大陸 比較容易防守 從軍事戰略上來講 理論上 是有可能 但是習近平 是不是真的 想到走到這一步呢 這個就成為疑問 永遠侵略人的人 都是想著 自己 進攻別人 最多就受到國際制裁 不會有任何代價 所以你說是不是去到 會自己手刀 被人轟炸 我覺得他沒有想得那麼詳細 而且 習近平的習慣 就是會 躲在 這個安全的地方 據說北京附近 其實 製造了 很多 大型的防空洞 被他躲在裏面 如果一旦這樣開戰的話 習近平最擔心 就是自己 被人暗殺 被對方用這個 獵頭行動 被人定點清除 所以 其實他非常害怕 被人知道自己的行蹤 他跟普京其實差不多 假如真的去到 這個青島基地 被毀滅的話 我都很肯定中國大陸 要不就全面放棄 要不就繼續戰爭全面升級 如果去到這樣的狀態 我相信 中國大陸 會考慮的 發射 更加多的彈道導彈 這些全部都只能夠推測 因為戰爭 在不同的狀態 會有不同的推演 跟一盤棋差不多 沒有可能 在捉之前 就已經預測了會發生甚麼事 我們只是跟大家討論各種可能性 因為現在的棋局還未開 當初俄羅斯進攻 烏克蘭 都沒有想過 是走到今時今日的地步 甚至乎是俄羅斯 會去到有俄羅斯人組織武裝力量 在對抗俄羅斯 所以 其實這個世界 很多時候 你發生了 就叫做歷史 你未發生 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步 事實上 現在 那麼快推測 其實會有很多錯誤 還有盲點 所以 時事有趣的地方就是這裏 不是你覺得今天 說了的就是固定 事情不停改變 我們當然會繼續跟大家跟進 我相信 假如一旦開戰 中國大陸做的推演 就會是最差的推演 因為 他們是選擇性收聽 對自己有利的就全部聽了 沒有利的就訂下垃圾桶 全部不聽 跟別人 其他國家 相差得實在太遠了 好 我們這一節 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先說